2018年新剧层出不穷 设为90后的小哥 快要罢评的节奏了 他就是邓伦 他就是拍1001夜的男主角 他今年还有起码四部的电视剧要开播 1001夜超级火爆的收视力让他迅速爆红 一发不可收视 今年他和迪丽热巴成为了最佳的屏幕情侣 看了网友们羡慕 在1001夜之后 邓伦用一部新的电视剧要开播了 这部新剧听说是走霸道总裁路线 他是讲这样一个故事的 邓伦饰演了一个富二代 在自己家族的吉夜历练 认识了新人叶染女主角 这两个人也是套路般的不断争吵 后来慢慢的演变 成为了双方互相的感情 这时候男主角的一位好朋友 男二号横插一角的故事 在曝光的剧照中可以看到 男主角简直是气质完美 一副商业精英的模样 自己隐藏了身份 在自己家族的某个吉夜里 从底层开始干起 而且实力逐渐得到众人的认可 男二号阅历曾经饰演过郭敬明 在电影《绝技》里面的三度王爵七 还参加过中国好男儿 并夺得亚军 他这次饰演的男二号 是因为女主抛弃 而且被朋友男一号欺骗了 所以要横刀独爱 想夺走夜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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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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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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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